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李宗盛 》 《文字幕志愿者,李宗盛 》 说法三要素里面的第一个 就是笔画 这个 要写好每一个笔画 就像刚才讲 你要拉好每一个音 怎么样才能拉好 我们中国这书法 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写好笔画第一个 就是握笔 怎么样来拿这个笔 过去呢 有讲叫什么龙岩法 就是说拿着这个笔 这样去拿着 这手这个 这点变成一个 跟龙岩似的 这样拿着 所以这样拿着你想想 这太紧了 是吧 这是写不好的 如果说变成扁了 就变成叫凤岩法 还有什么垂直法 把这个要 这样这样勾着 回腕法 垂直法就是说 这笔要跟笔子都在一个 一个一条线上 这都太规范了 你紧张都给你拘谨的了不得 所以第一个 是怎么样来 握笔的问题 这个呢 我觉得 我自己的体会呢 我觉得 还是推荐用 捏压勾格底 就是说这个捏 这个压 这个捏 这个压 这个勾 这个格 这个底 这叫无止法 现在很多人都用这个方法 叫捏压勾格底的方法 这个方法 它有很多的优越性 这个优越性在于什么呢 就是说 它能够控制好笔毛 它能够放松 但是这样 但是有的现在很多人这样写以后 它也 虽然是捏压勾格底这个无止法 它也没有放松 就是说把这个笔呢 变成了 不是这样去握 是变成了把这个笔都立起来 这样了 这样写了 这样的话 你看你这手指跟这 这都是肌肉这点 这根筋都很紧 也不行 它这个你就没法画圆圈 你用 你用手腕的来画圆圈 它就 写不好笔画 所以呢 就一定是要 把这个笔 手指要稍稍放平一点 放松一点 你这样它就紧了 你稍稍平一点 这就 这就放松了 放松以后 这两个捏着的 捏压不动 捏着 捏压的不动 用下边的这三个手指头 来画这个圆圈 画圆圈 就是来控制这个笔毛 我让它出什么样的笔道 它才能出什么笔道 就用手指头 而且是 这个中指的 这个手指的肚 这个部位 还不能太往里去 不能过了中指的 这个头一个小截 因为什么 因为 这个手指肚 肩的这部分 是 我们 末梢神经 最灵敏的部位 所以我们通过 这个手指 来控制笔杆 由笔杆 在传道 用掌握这个笔毛 用我们大脑 来支配它 使它能够控制好笔毛 在写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呢 就像 那个小提琴 拉琴 那个 在弓子上摩擦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一种 挠的这种作用 不是 是在 纸上那种摩擦 是一种 用手指来控制一种 挠的这种作用 也就是说 跟那个小提琴在上 蹭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你蹭得好 它的声音就好听 所以小提琴要练很多年 才能把那个蹭的 那个尽头掌握好 所以我们在写字的时候 同样也是 要用手指来控制这个笔毛 在纸上摩擦 有墨 用毛笔 这个毛 毛笔的这个毛 在纸上 这个摩擦的 这个挠的这种感觉 只有用手指头 这个尖的这个部分 才能控制好 所以呢 这个问题 对于写好 字有没有鼓励 掌握笔毛 它的这个字 各种变化 有没有鼓励 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写字也是 一粗的笔画 可能好写 写得非常细 而且非常漂亮的 那就是用 以自己控制 用手指头 通过笔杆 掌握笔毛的这个能力 在纸上摩擦出 非常细 而且又均匀 又有鼓励 又漂亮 又匀成 又非常美的 这种笔画 这种笔画 才能写得出来 所以你在看我 这个字里边 在一篇字里 有粗的 有细的 这个细的是最难写的 是最不好写的 是最不好掌握的 所以手指头 对于笔画的 鼓励 它的力度 是不是利透纸背 是不是能写出 很优美的 控制笔画 它的优美的 一个很重要的 因素 所以手指的问题 特别强调一下 对于掌握笔画来讲 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哪比要放松 就像我们其他的 刚才我讲了很多 其他方面的艺术 和体育里面 其他的也都是这样 你唱歌 也是要嗓子要放松 你打球 那个打乒乓球的时候 也是要手 身体各部位都放松 你踢球的时候 也是要放松 都非常紧的时候 你什么也是干不好 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我们写字 同样也要遵守着 如何来放松握笔的问题 再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用什么样的笔的问题 我们写字啊 用毛笔呢 大概就这么两种 一种是 羊好 就这种比较软一点的 这个毛比较软一点 这是羊好 这个毛很软 再有一种呢 就是这种狼好 或者是黄鼠 或者是黄鼠狼的 或者是什么狼的 或者是什么狼的 什么鼠呢 什么都有 都有啊 这比较很多 这个毛呢 比较硬 比较硬 所以就是一种硬一点 一种软一点 再一种呢 就是这种 肩好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 狼好 一部分 羊好 两个 合在一起的 有什么 妻子三羊啊 五子五羊啊 什么 各种的都有 啊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 还有胎毛了 什么都有 但是主要的呢 是 这个两大类别 啊 两大类别 啊 这个 但是呢 这个写字啊 用什么笔的问题 并不决定于你字写的 有没有鼓励 这个鼓励的问题 不是你用 狼好 就写的硬 用羊好 就写的 没有鼓励就写的软 不是这个问题 你就是用钢筋棍来写 那个笔画也不会有鼓励 哈 也不是说你有力量 嗯 你就写出来就有鼓励 哈 你就是把陈敬开局 终于远世界冠军 找了你写 拿毛笔写 他也写不出 那字他也还不是有鼓励 不在于 毛笔和外界的这个力量 而是在你掌握着 笔毛的 这个能力 运用笔毛的这个能力 哈 所以呢 那我开始练习的时候 我用的是羊好 这个羊好毛很软 如果你能掌握住它 而写出比较有力量的这个笔画来 那说明你在掌握笔毛上 这个功力就比较深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讲 怎么样来写了 就是韵笔的问题 哈 这就像 就像唱歌一样 唱戏一样 哈 你如何来吐字 如何来行枪 如何来收枪 这个是决定 你这一句唱的好听不好听的关键 哈 所以我们如何来运笔 如何来写这个每一笔 就如何来齐笔 如何来行笔 如何来收笔 这是写好每一个笔画的 三个重要的因素 这个问题呢 在这个很多的书法理论书里面 嗯 也写了很多 像什么先右啊 后左 就是欲右先左 欲上先下欲下先上等等 这些哈 还有呢 那个天还给你写上 一二三四五六 这些呢 嗯 都有它不妥之处 哈 实际上这些呢 就容易 给人们在写字当中呢 造成了一些错误的 一些 这个 方法 再一个问题 哈 就是在 运笔的过程当中 嗯 还有一个认识需要 嗯 搞清楚哈 就是说 要弄清楚 啊 描字 抹字 和写字的这个区别 这个描字呢 就是说 在写字的过这个运笔的过程当中 哈 这个 没有提案 也不用手指 是用手腕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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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是 慢慢的在这儿是 匀速度的 匀速度的这样去写 譬如我写一个横 它是这样 这就是描字 在这儿 哎 这就是描字 你看 匀速度的 哈 而且是用手腕子 没有用手指头来写 这样写出的字笔画来非常的死板 啊 没有鼓励 为什么要说这样是描字呢 每一个笔画都应该是 有提 有案 有虚 有持 我们在古代里面呢 特别讲到 提案虚持的问题 所以一定是在笔画当中来体现出 这个提案虚持